梅雨季的第一道封面通过之后 开始影响台湾天气的就是东北季风 所以在整个中部以北地区降雨几率会相对比较高 但是在广东这里还是一个热源 持续会有一些旺盛对流移入到台湾 所以西半部地区依旧要留意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未来几天的地面天气图 你可以发现在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甚至到礼拜日 环境的风场开始转称为东风到东南风 只有在阴封面地区有短暂阵雨 而在西半部地区的雨势反而是有所缓和的 而这几天的温度也会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更高 再来我们看到实际上的降雨分布 在礼拜五的时候雨势又更缓了 只剩下在吹东风的情况之下 东半部地区的短暂阵雨 还有在山区的午后阵雨 但是到了礼拜六 一直到礼拜日水汽减的会更多 西半部地区甚至你还可以看到阳光 而在东半部地区则是因为迎风面 所以降雨还是会有的 而一直到礼拜一到下礼拜二 下一波的封面又要再度的影响 它的范围目前就是在北部地区 因为它不会扫过台湾 但是会在台湾的北部海域来通过 所以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相对来的比较高 也不排除会有较大雨势 而至于在南台湾地区 你看到有一些雨量的分布 最主要是午后热力作用发展而导致 所以整体的降雨是趋缓的 直到下礼拜一封面再度接近 台湾的水汽才会变得更多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温度的分布图 这几天的温度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更低 在礼拜四依旧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在低温部分还是有机会来到19度 而在高温则是24到26度 礼拜四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伞 同时多加一件包外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